谈到国军的北伐战时,最令人瞩目的战役,可以说是,刚出出茅庐的黄埔军与直系军阀吴佩福的大战了。 吴佩福一生,战事频繁,难征北战,极善用兵,也是当时最有能力统一中国的人。 他的全盛时期,曾经是冯玉祥和吴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的共主,也是第一位登上美国时代杂志的华人。 识人称其为御帅。 但没想到,吴佩福却被这些从黄埔军校出来的年轻人将他从巅峰推落谷底。 以黄埔军校为基础的国民革命军,在全国的一片呼声中,国民革命军经过一番准备,就准备北进中原,统一全国。 当时的形势是国民党占据岭南,孙传芳占据江东和两淮。 吴佩福占据京乡、河南、河北。 张作霖占据东北、平津和山东。 还有西北的冯玉祥和山西的延西山也各聚一方。 1926年7月9日,国民革命军在广州逝施北伐,蒋介石任北伐军总司令。 第一个目标是先占据京乡地区,然后顺江而下,控制江东,再控制整个长江中下游以后,再图谋中原。 京乡地区是吴佩福的地盘,江东是孙传芳的地盘。 国民革命军如果同时和两路军阀作战,成功的可能性极小。 所以,国民革命军最先采取的策略是,利用各军阀之间的矛盾,打击吴佩福,稳住孙传芳。 而掌控着北京政府的张作霖,也希望利用北伐军的力量,削弱吴佩福的实力。 江东的孙传芳也乐得做山关虎斗,选择保持中立。 更难得的是,此时吴佩福的主力在西北攻打冯玉祥。 长江沿线兵力空虚,国民革命军抓准时机,毅然北上,以图一举拿下两湖。 而吴佩福虽然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失去了北京的执政权,但仍然控有富饶的两湖地区,号称统领25万大军。 实力仍然不容小觑。 当时进入湖南作战的国民革命军约6万余人。 但凭着出奇制胜,以及快速的战术与行动,使得入湖以来节节胜利,逼迫吴军退至赫胜桥一线。 吴佩福亲自到前线指挥作战,亲自指导构筑赫胜桥的防御阵地。 在一切北伐军可能渗透的地方,布置大量障碍物、地雷和警戒部队。 欲将手上的精锐集结于此,绝对不让革命军前进一步,要与革命军决议死战。 1926年8月29日,两方部队开始奋力厮杀。 一时之间炮声震天,短兵相接,战斗十分惨烈。 一段时间后,北伐军仍士气高昂,防守方逐渐支撑不住。 吴佩福为了预防逃兵,还宣布了一条铁律。 凡有退逃者,一律就地正法,就是自己本人退却,也要照此办理。 并命令麾下军官,组成大刀队督战,如有从阵地逃回的官兵,格杀勿论。 吴佩福还亲自将几位放弃阵地的旅长、团长斩首, 并下令将他们的首级挂在电线杆上示众。 但即使如此,仍难以抵挡国民革命军伶俐的攻势。 吴佩福的防线逐渐动摇,终至权限溃退。 身经百战的吴佩福,仍未挽回败局。 最后让吴佩福哀叹道, 我自己的军队是不怕死,但黄埔声势不知死。 胜败之分,就在于此。 这一仗,让向来在北方军界以萧勇著称的御帅,输的是心服口服。 自此,国民革命军经过廷四桥战役、赫胜桥战役、武昌战役后席卷湖广。 占领了湖南全部、湖北大部,之后再趁盛追击,顺江而下解决孙传芳。 北伐军发挥着黄埔精神,以救国救民为共事,抱着不贪财,不怕死,爱国家,爱百姓,而撑起北伐大旗。 无论任何党派,各种革命势力精诚团结,共同奋斗,勇往直前。 这也是黄埔军人克敌制胜的力量所在。 这样的爱国智杰,从黄花刚烈时,林觉敏在《语期诀别书》中,写下让人动容的情感开始。 至黄埔岛的陆军军官学校创立,一群来自各地的热血青年,怀着同样的爱国精神。 不顾生命的投身革命,挺身而出。 接替着前人的遗志,前仆后继,无怨无悔,为了国家的利益,不计生死。 身为黄埔军校的火车头,在第一期学员中,也不乏留学德国、法国和日本的高材生。 也有当时国内各大学的学生,其中,共有大学毕业生18人。 如,王之宇,河南留欧美玉校,朱祥云,盛新大学,复旦大学,李仙舟,上海大学,于成万,中国大学政治系,冷心,上海之江大学,蒋超雄,中央景观学校二期,韩云超,上海济南大学,等等。 另外,大学一业生也有63人。 专科学校毕业生26人。 专科学校一业生44人。 师范学校毕业生46人。 高中职234人。 讲武学堂69人。 初中57人。 在第一期毕业生645位当中,有近期成据高职以上学历。 17%曾任教职,如冷心,于成万,胡宗南。 而除了教职员之外,还有不少人已经是军官。 统计在入学前已有军职身份者,共有167位。 如范汉杰。 原为贵军少将旅长,兼任广东省三水县县长。 为了进入黄埔,宁愿放弃已经到手的军衔官职,再当学生。 吴斌,原为支持孙中山,讨伐陈炯明的高雷讨贼军支队司令。 也有已任公职者,共47人。 如武乃县,原为穷东县公安局长,也曾任小学校长。 在这个动荡时期,因为爱国,让他们愿意放弃所有,挺身而出。 跟随着黄埔军校从草创开始,为战场而生,为护国致死。 他们以血肉之躯,担其保卫国家的重责大任。 也呈现出中华民国立国以来的奋斗历程。 黄埔军校,这是一所充满荣耀的学校。 一部黄埔建军史,也是中华民国的建国史。 也代表着,先贤先烈们,用鲜血和生命为国家奉献的精神。 这些令人动容的英雄事迹,也将永远流传下去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